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 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患上了失眠的毛病 到了晚上就会睡不着,深受失眠的困扰 另外,还有一些年轻人因为生活,工作压力大 导致心理焦虑,失眠症状的人 也是相当的普遍,有的人晚上很难入睡 甚至一整晚上都睡不好 这样长期下来的话,对身体的健康损害是相当大的 充足的睡眠是健康的保证 因此,想办法摆脱失眠困扰是相当重要的 中医在应对失眠的问题上,有不少的食疗的方法 比如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道粥 就可以有效的告别失眠,让你安然的入睡 每天早上或者是晚上喝上一碗 失眠就会变好了 长期的胃病也好了 还可以消除脸上的射斑、皱纹 甩掉大肚兰 血管也变得干净、有弹性 首先,我们来准备10克的莲子 莲子具有补皮、紫屑、固肾、固筋、养心、安神的功效 对于心欢、失眠的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精神压力大、工作强度高 对于自身要求又比较高的患者 出现了精神衰弱、慢性胃炎、还有高血压等疾病 都可以用莲子来治疗,缓解其失眠的症状 这些失眠的状态可以表现为入睡困难或者是梦多 睡眠容易醒 这些表现,莲子都可以很好地纠正 其失眠的状态 莲子我们用工具把它撬开 把里面的心去除 粘心会发苦,所以我们一定要去除干净 接下来我们也准备10克的百合 百合干凉、清润、归心、肺筋 长期食用能够起到调畅、停滞的作用 缓解心烦、心神不灵、记忆力减退、失眠等神经衰弱的症状 在古代可用百合来治愈抑郁症 中医认为百合性为微苦、寒、归心、肺筋 具有很好的养阴、润肺、清新、安神的功效 能够帮助失眠患者入眠 适用于治疗心阴不足 精神施养、虚火、泪药、心神不灵 所引起的失眠多梦 神法护患者 我们先把莲子和百合用清水清洗干净 然后给它浸泡半个小时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适量的燕麦 燕麦片本身是用燕麦颗粒长制而成的 燕麦本身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高的食物 可以降低人体内的胆固醇 降低血液粘稠度、血糖等情况 是一种健康的保健食品 并且燕麦中含有大量的丧食纤维 食用之后可以有效地促进胃肠道蠕动 从而缓解便秘 可以改善微循环 有非常好的润肠、通便的效果 因为患者睡前可以适当地摄入燕麦片来调理身体 燕麦片能够帮助你清除肠道中那些影响睡眠的酸性物质 更能够放松神经 柔和的安眠功效 首先燕麦可以促使你释放一些胰岛素 这种胰岛素能够帮助色胺酸达到大脑 并且那些转化为负胺酸 告诉大脑的时间睡觉 燕麦我们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然后放在一盘备用 接着再准备三至五颗的红枣 用清水把红枣清洗干净 当大家出现晚上失眠的症状时 我们可以考虑吃一些红枣 红枣素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 具有补血、安神的双重功效 古代的时候经常会用红枣来治疗抑郁症 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更年期综合症 红枣的安神作用也是被现代的医学所证实 红枣中富含环同类化合物 有镇静、催眠和降压的作用 红枣具有安神、镇静之用 红枣清洗干净 我们用剪刀把果肉剪下来 红枣盒去除 然后把果肉剪成小丁状 放在一盘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苹果 老话常说 一天一苹果 医生远离我 苹果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香甜可口 每天吃上一个苹果 对于我们的身体真的非常多好处 苹果当中含有果糖 浓郁的芳香味 以及苹果酸等等 这些成分都可以诱发 大家身体出现一系列的反应 最终在我们的体内形成血清素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进入梦乡 苹果可以治疗心脾两须 因虚火腕 肝胆不合 或者是肠胃不合 导致的失眠症 它的疗效是非常好的 另外苹果的香气 对于人们的心理影响也有很大 苹果的香气 具有消除心理押韵感的作用 临床实验也证明 让精神压抑患者 嗅苹果的香气后 心情大又好转 精神轻松愉快 压抑感也消失了 睡眠也变好了 苹果的浓郁芳香 对人的神经有很强的镇静作用 能够催人入眠 所以苹果有非常好的镇静安神的作用 苹果中还含有非常丰富的纤维素 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协助人体顺利的排出废物和毒素 从而减少有害物质对身体的伤害 苹果中还含有大量的新元素 在人们很久以前就发现 苹果可以增进记忆 提高智力 苹果我们用盐 搓洗干净后把它切开 我们只要用一半就可以了 然后把苹果心去除 把苹果切成小块 接着我们准备一小节的铁棍三药 去皮后把它切成薄片 三药营养丰富 富含微量元素 多糖 消化酶等物质 具有补充益气 健脾 紫蟹的功效 对于气血 两虚 失眠 是有辅助治疗的 三药既可以用来煮茶喝 也可以用来蒸着吃 煮米饭 煮粥 这样都可以特别好的 调节失眠患者的睡眠质量 接下来再把准备好的食材 全部倒入砂锅中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开大火煮开 转小火 煮上40分钟左右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下方留言 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40分钟后 里面的食材都煮得比较软烂了 这个时候关火 就可以装网开吃啦 这几种食材搭配在一起 可以很好的补皮 和胃 养血 安神 增强身体的免疫力 能够很好的缓解 失眠的困扰 可以让你快速入睡 夜里的睡眠会更香 更安稳 隔三差五喝一次 还能够很好的淡化我们脸上的射斑 皱纹 润着我们的肌肤 能够起到很好的卵味 氧味 促进消化 提高我们的胃肠功能 长期煮来喝 可以帮助我们轻松 告别 失眠症 让我们安然入睡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